東這個而已 所以你要前面不管是什麼 後面不管是什麼 一個外用字元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加到你的百分比符號 這個百分比符號就是指的是 不管什麼什麼忠孝東 然後呢 最後面再加一個百分比 就是忠孝東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中間有忠孝東這幾個字出現 你就幫我查出來 並且放在RetorSales裡面 那我就再把它放到Excel裡面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語法 所以就可以注意 那當然我這邊先把這一行先不執行 我們先試試看 我們先不要Input Box 先查查看這個忠孝東 是不是能夠正確的被查出來 以下按F8 然後執行了嘛 然後把它Call到A1上面 有沒有 然後Close Close Nothing Nothing OK沒有問題 表示說這個語法 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看一下我們這個資料有沒有過來 有沒有看到忠孝東的 駐忠孝東的都出來了對不對 好那先把它刪掉 那如果說我今天你不能每次都查忠孝東啊 你要查什麼 你要查仁愛 仁愛路或者信義路或者是和平東路等等的 那這個條件呢 我要自己下 所以呢 我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變數 就是讓使用者去填 Input Box對不對 填了之後呢 這個S取得之後 要把它取代忠孝東這三個字對不對 那怎麼取代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因為是一個 SQL的一個語法的一個字串 那本來是一個連結一個完整的字串 可是我現在要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S放到裡面來 你必須要怎麼樣 把它切開 切開 然後把它放進來 特別注意哦 切開 切開之後呢 如果是變數 你不能直接放進去 你要用什麼呢 串接符號 AND AND 對不對 把它擺在中間 不然的話會錯誤 這個是VBA的規則 這個要記起來 那你要怎麼連結 就像火車跟火車之間有沒有 串接符號 那因為我把它切開來 所以 切開來之後的話 前面的雙引號 就要把它加在這裡後面 因為它一對